主席 那至于外界这个批评 这个所谓的政务官中央委员选举的事情 我觉得你不要放在心上 因为谁执政 谁就是有责任 那如果连总统都会来当党主席的话 我倒觉得政务官本来就是有这个责任 因为四年检疫以此 民主政治的道理就在于 政党政治 责任政治 所以呢虽然乔委会所负责的是海外的事物比较多 但是我相信包括我今天上午 我也代表你了 帮你讲了几句话 在海外台商总会的十五届年会 我一早九点钟跟肖副总统去参加 你们是许副委员长来代表 那我也特别强调 归正一年尽心尽力 那国民党身为执政党 我们没有选择 我们只有尽心把国政给做好 把人民给服务好 那海外的侨民 当然是中华民国的国民 但是呢我们也要去想到说 我们怎么样用 更多的这个方法 来照顾 这群新向中华民国 新向台湾的这个海外侨民 那今天上午呢 我在参加这个年会的时候 连肖副总统都还谈到 就是这个海外所得 纳入最低税负制的问题 我现在刚刚很多委员都问到这个问题 那其实 为什么大家会就交于你 而不是就要财政部 这财政部归这几年来 对于税负这个制度 他们是立场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硬 可是我看了所有的中央政府 你们的院会是一个平台 本来就是有一个互相协调 去折冲的一个机制 可是今天我们在讲的是 朝委会的立场为何 如果朝委会觉得说 过去这几十年来 我们中华民国要到海外投资 台商打前锋 我们为了要跟邦交国 非邦交国 建立所有正式或非正式的外交关系 需要有台商去投资 去结好关系 台商一马当先 只有呢最近台湾的经济不景气 我们呼吁 鲑鱼 金鱼 都回来 台商毫不犹豫 立刻放下海外的事物 回国来投资 买房地产在台湾设计 结果呢 现在要缴税了 又找台商 以为台商赚了很多钱 找他台商来开刀 这个台商啊 坦白讲 我虽然不是台商了 可是长期这几年啊 在不管从国防外交 到外交侨务委员会 我们听了很多台商的心声 台商一个人在外 一家子 分隔两地的也有 全家远离这个 这个台湾的 心向台湾 也有朝一日 希望梦想可以 一锦还乡 可是我们 中华民国政府 好像对他们 不是那么公平 超委会 目前有没有这个 跟财政部 横向协调基础 有没有办法拿出来 即使这个事情啊 我们跟台商 台商跟我们反应以后啊 在这个总统府也有反应 对 但是啊 你们被动的接受到他们的 台商的呼吟 你们的解决知道为何 我们一直就要跟财政部来解决 但是财政部他们的立场啊 输税的公平 我觉得这个事情 不是你们两个部会 你们还是要从这个修法去找手 事实上这个法律啊 已经三年了 三年 已经延过一次了 对 尽管在上个礼拜 我召开了公听会里面 财政部讲说哈 嗯 有排除有不排除有这个机会 可以再延后一年实施 可是我现在财政部面临的是很大的压力 包括 现在 第二阶段 财政部的这个张次长 正在原山饭店十二楼 正在向所有的海外台商 去介绍这个海外 所得到最低税负制的这样一个办法 对 还有他们财政部怎么去应应 我不知道现在情况为何 因为代表立法院的这个 我们的曾副院长也在做 对 那小副总统虽然离席了 但是呢 我相信他们现在还在一个讨论 对 可是我今天替你解套的是 你在内部 你要提出所谓的这样一个 像院里面来建议一个法律的一个修正案 怎么样 排除 台桥或台商 怎么样有一个机制 可以排除在外 这个你们要去想办法 你们想办法的话 桥委会才可以 才可以有一个像我们讲说 哎呀我们替海外桥没在想办法 因为我本来以为觉得说 这个事情海外桥民不一定很在意 对 可今天今天上午满满的这个 我们台商总会的所有的同仁 他们今天都对这个事情有一致的这个看法 一致的反对了这个内容的时候 桥委会不能视而不见 能不能在最快时间之内 去向吴院长 朱副院长去反映海外 桥民台上的一个心声 从内部来着手 好 好不好 后面这个礼拜 这个礼拜马上反应 对一定要处理 因为这个事情不处理的话 变成说 好像是所有的事情 财政部应该决定 就好像我们当初讲说 这个刚刚 张 张委员也有谈到 我们当初喊到说 乔委会并入外交部的时候 大家都反对 可是乔委会的立场不坚定 等到我们立法院一推说 我们立法院第一个反对 乔委会运起来了 自然就通过 我们自然 乔委会是永续存在 所以这个部分 站在我们立法院的立场 我们一定是跟乔委会要配合 因为今天我们要有多数的财商 海外财商的利益为利益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 给他们解决 我们一定要合作 我们从修法左手 跟你们要先提出 你们院版的法案的修正案 你们院会形成共事之后呢 我们立法院 来想办法来推动 不能说好 这是财政部的这个职责 而这是立法委员 他们可能 有些人有反对的意见 你们乔委会就不动 乔委会一定要站在多数 海外财商的立场 要坚定的一个表态 好不好 好 我想 朝务修兵 当然也是另外一个重点了 我想我看了您今年八月份 喊到了这个乔务修兵 乔务修兵不能修到 让对方叫我们的国旗降下来啊 这开玩笑 这里我们绝对这个坚持到底 可是当然包括 这两天在总质询的时候呢 为旧教舞院长 旧教外交部的这个杨部长啊 海外修兵外交修兵 这个修兵啊 不是休假 我们海外这么多的这个乔务工作同仁 包括我也替这个乔委会讲话 我们人还不够 人还不够 而且预算也不够 我在今年提出了一个这个 这个 建议案啊 建议这个海外 往我们乔委会的这个年度的预算 要回归到十年前的这个水平 好 今年听说有增加一点点 但是没有到我们的这个期待 未来还是要共同来努力 我的意思就是说 今天虽然外交修兵 可是乔务来讲的话 我们没有修兵的本钱哦 因为我们一修兵的话 万一两岸关心有有有可能 有任何的意外产生 当然这不是我们乐于见到的一个结果 只要说现在的执政党 我们希望去铺成一个和谐的两岸的关系 那希望呢这个我们一致为发展经济 一致建立这个所谓的这样一个亚洲区 地区的这个共融共存 而且呢这个海外的这样一个台湾人 都可以同步的受贿的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来谈合作和解 但是乔务修兵的话 他可能很远啊 可能在非洲 可能在中南美洲 可能在北美地区 对方一步一步的在蚕食我们的这个桥界的这个社区 我们有没有任何因应之道 如果一旦 万一两岸关系不幸生变 我们可能会面临到的一个 这个可能面临到的一个伤害违和 我们怎么去解决 委员长 其实啊我们把这个所谓的 乔务修兵这个SOP啊 我们现在在准备 差不多全部完成了 完成以后啊 我们会跟各位委员来讨论 那我们送给行政院跟这个 国安会也来统各 那个时候就有一个完整的SOP怎么做 听说乔委会也跟对岸的大陆的 所谓的这个乔劫的这个 呃官方的组织有接触 我们没有主动接触啊 没有主动接触 他们是跟我们这边的民间社团有接触 嗯嗯嗯嗯嗯 好我的建议是啊 在乔劫在外交修兵的前提之下 我们还是不方便去做所谓的官方 官司的一个接触 就是可能 僑借的话 我们还是训令我们所有 驻外的所有的这个 这个乔委会的这个同仁 要坚守我们中华民国 这个底线跟立场 嗯嗯 国旗 主权 还是要非常非常的这个坚定 特别是对于海外 乔民的这个照顾 我们不主动去挑衅 我们也不主动去制造 任何的这个争端 可是对于对方 如果无所不用其极的这个侵入 甚至不排除所谓的这样一个 让我们的主权 让我们的国旗 受到一定程度的这个损害的话 乔委会一定要训令乔务同仁 挺身而出 捍卫到底 好 绝对没有 至于这个SOP 我不知道这个SOP 机制为何 但是一旦公布的话 我希望你尽快向立法院来做一个说明 好 因为只有立法院支持 我相信这个SOP 才可以得到所谓的海外这个桥界 一致的这个认可 好 好吧 这一点拜托 好 H1N1 马上要入东了 我们看到现在全世界已经有三千多个死亡病例 将近四千个 我们在海外有这么多的这个中华民国的这个桥民 有很多的台桥 有些落后的地区 可能这个疫情蔓延的可能会更严重 乔委会现在做法为何 怎么去辅导他们去防范 去感染 或是什么样去有一些 新的一些SOP做危机处理的一个政策 其实当H1N1在墨西哥开始的时候 我们有打电话到各个桥社去 这个关注一下子 接着以后 其实各个国家 他们都有他们自己SOP 他们怎么做 甚至有在看到美国 他们 他们啊 连戴口罩都不开口罩 我们台湾啊 因为人口结构的关系啊 密集的关系啊 所有我们啊 对H1N1啊 这个SOP啊 定得啊 很这个 很谨慎 很好 但是啊 在海外各个国家 他们自己 他们国家的SOP啊 可能啊 我们只会跟 我们的 乔委会 我们的外面的 乔务工作人员 跟他们讲 各地方如果有H1N1的流行的时候 请大家都 戴口罩这样子 戴口罩就是 当你有 發燒有生病的时候 戴口罩 正常人戴口罩 是没有用的 美国的study 已经补入了 正常人戴口罩 没有 减低他被infection的 机会 正常人戴口罩 是没有用的 我们已经提餐啊 在明加拉哈 商会啊 我们提供了300个口罩去 蒙家拉那边的商会 他们要的 我们就给了 好 委员长你是医生出生啊 你很清楚知道 这个疫情啊 一旦蔓延起来的话 它的这个威胁性 它的恐怖的一个情形 我的意思就是说 今天台湾 我们卫生署也好 我想起全央 中央的力量啊 想办法去控制住这个疫情 可台湾毕竟它的医疗的水平比较高 可是海外的侨民 他们的侨居地不一定 你拿墨西哥来讲 甚至不要讲墨西哥 你再到南美 到非洲地区 这个疫情一旦蔓延开来的话 我想我们 这个所面临的威胁啊 当然 很难去评估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希望做好万全的准备 我不希望任何海外侨民齐居的地区 如果它的医疗水平比较不发达的话 我们侨友会 中华民国政府 要有一些主动的一些作为 一些思维 去做防范的动作 所以防范之外 如果真的疫情爆发在当地 我们要想办法 去针对我国的侨民台商 去做第一时间的接触跟治疗 好吧 这一点 医生出身的这个委员长 一定可以 这个想办法 去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解决之道 最后的问题我想请教 我看到了 这个台湾宏观电视 网路电视 今年成长了百分之五十五点三 这为什么会成长这么多 这个宏观电视啊 为什么成长那些 你来报告一下 一个电视台的收视率啊 就算它是网路电视 一年之内可以成长以百分之五十五点三 这是坦白讲 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您的资料是错了吗 还是 还是你们 再多写一个零 再多写一个零 报告委员 这个部分是 八月份啊 因为八八十三的关系 我们做了这个 这个乔包捐款爱台启动的活动啊 那 这个活动可能导致这个点阅率啊 网路上面的点阅率的次数就急增 那九月份我们办了这个金桥奖 全球华人的这个短片征选的活动 所以也导致这个网路点阅率就急增的关系 所以同年其实这个都做个比较 所以不是你们的努力吗 而是因为这个自然的这个状况造成 但是我们做的那个网站是及时的 那为什么不早点做 为什么到去年才做 因为八八水灾是八月份才发生 所以我们做这样 我的意思就是说 数位汇流已经是一个世界的一个趋势啊 现在看电视人越来越少 上网的人越来越多 将来网路跟电视数位化的这个结合 包括中华民国政府两期 零十二年就没有类比了 只有数位了 未来大家就会用点选的方式 去找自己想要看的频道 宏观卫视 怎么样去加入这个数位汇流 而不会被淘汰 这个乔委会要要有这个执掌 要有这个这个想法 好不好 我会对这个宏观电视会持续的关注 包括今年的预算 我相信啊 希望宏观卫视 不管在硬体方面 在软体方面持续的加强 因为你们要竞争的 一方面是全世界电视台 第二方面是国内的主流媒体 这一点我希望 委员长可以加紧来处理 好不好 谢谢